本來第四季 特別是十一、十二月 幾乎都是必贏的啊 我最近在弄 因為我們今年是七月十一號最高嘛 那現在十月底了嘛 那我們還沒有看這張圖 我們看氣冷的走勢圖 氣冷 因為我最近在update 我技術分析 那一天 兩個禮拜前update 這張網友 我說這個MHD是非常好的 買這個純根下眼球說 買這邊 賣這邊 賣這邊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計势指標 我發覺氣冷是七月三十二號最高 因為年初最低嘛 最高完以後 手個洗碗不懂得洗碗嘛 後來疊了三個月 疊到了十月三十一號 十月三十一 我們這邊 今年抓十一月五號有沒有 那你看到他就是最後兩個月有沒有 作賬行情 突破當年的七月三十一號最高點 收盤最後一天收當年的最高 破了這個最高 所以我就認為我們今年 跟這個圖 百分之九十相似 我們現在不是七月三十二號 我們回到剛才這個圖 有沒有 我們是七月十一號嘛 那現在那個 台積電影過七月十一號高點 對 美國Netstick也過七月三十一號高點 剩下我們剛才講的 輝達跟 不是 那個 管達跟那個 洪海 那我們現在今天在錄影的時間 剛好這樣嘛 那我是壓在 十一月五號 過完我們開完台灣大概十月六號 七號啦 那有可能 這個在這邊盤整完以後 會挑戰 二四 我們這個二四四一六嘛 那我認為今年搞不好會 稍微比較樂觀一點 收到兩倍的位置 二五二五八 就是說過了二四四一六 收到今年的 近高點的位置 跟氣冷的走勢圖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也是一月 這邊是最低點嘛 有沒有 要完以後收到近高點 這個是這樣 所以我才用兩張圖 去做比較 好老師 所以我其實我釐清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 老師說 十一月五號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結果出來之後 台股會過前迫的新高 就是二四四一六 第二個重點是 樂觀一點的版本 極有可能來挑戰新高 是二五二五八 老師那不得了耶 台股現在才兩萬三耶 換句話說 從現在到年底 我們要漲兩千點耶 還好啦 大摩都估定 今年高點會到兩萬九 我當然覺得還好 我的意思是說 身為小股東很開心 對啦 因為只要台積電 稍微拉一下 就有 可是因為我剛才用 那個氣冷的走勢圖有沒有 它也是說到 當年的近高點 有沒有 那我是認為 我們現在盤整 從七月十一號 反而又盤整了三個多月嘛 理論上 你明年 我們認為明年 再走另外一個 主承段的開始 所以 我看他當時 做帳會做到那邊 就是這兩個 因為你看到氣冷 他也是很凌厲啊 有沒有 一路做你看 你看 有沒有 這中間只有一兩天 不然一路就攀上去 大概 尤其我們那個 那個ETF 他大概有九百億 他做換股 全部的ETF 那裡面的規模 是兩兆啊 他們現在做換股的動作嘛 所以你會看到 最近很多股票 突然大漲大跌 投資每天都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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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在做換股動作 所以我當時做完這個圖 我就說 今年搞不好跟這個一模一樣 那這邊我就押11月5號到6號 再走這個兩個月的一個上漲的激率 好 所以兩個月長2000點 這個是杜老師的結論 但兩個月的2000點行情怎麼買 那剛才我們為什麼說 我們會付出7年的11 12 因為以前我們的4Q上漲的距離62%嘛 1Q上漲的距離72%嘛 那明年距離個人又比較早 所以來講 這個可能性就很高嘛 就是我們大概用4Q來講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那另外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明年因為比較早過年嘛 所以明年的蛇年 理論上我們這個蛇年應該是 上漲機率80%嘛 平均漲19%嘛 那我們今年農年有沒有 金農年 金農年 金農年漲31% 是打破這幾年 因為我們台股62年來 平均上漲幅度19%左右 今年農年現在我們錄的時間是31% 今天錄影時代很小跌嘛 可是我們10月份 AK線應該是縮紅 打破我們789AK線 連3A的一個疑慮 那這樣的話 你就發覺這個疑慮嘛 所以來講 我們開始4Q 或是賣入明年的 以色列的蛇年 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 我經常講說 蛇來蛇去 晚上蛇啦 那一條蛇就要這樣蛇去 但基本上 雖然就是手來手去 但是呢 趨勢還是向上來看 就是老師之前提醒大家 這裡是第八大循環的開始 老師剛剛我的疑問是說 11 12月最後這兩個月 金農年最後這兩個月 老師認為有2000點的行情 那幣買的股票 第一個台積電啦 無庸置疑啦 那不管是我們來賓之前喊的 長期的趨勢是 1500、1800、2000 我想大家就邊看邊走啦 那我們今天花點時間 來討論鴻海 因為呢 最近有很多小股東在問 很多觀眾朋友在問說 鴻海都漲到200塊了 你們節目還在喊300塊 是金還是價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揭露 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嗎 歡迎按下訂閱、點讚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週的最新影片喔 本來是訂閱的 這間你的影片呢 請進一段时间 還有我的影片 還有一部分